讓我們歡迎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吳豪仁老師 好 各位大家來稱香港的台灣朋友大家好 我是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理事也是輔大法律系的老師吳豪仁 我年紀大了所以還是寫一個稿比較安全 30年前的1989年6月4號 我看著電視裡面戰車輾過大學生的畫面 當時我在扶兵衣 那個部隊整個營區都沸騰 四處謠傳戰備狀態已經升到第二級 就是戰鬥待命狀態 我旁邊有一個菜鳥 他好像嚇壞耶 他一直拉著我問我說 郝哥 我們是不是要反攻大陸 要光復大陸 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突然非常非常生氣 非常激動 我吼說 光復大陸那個屁 要光復大陸也要等我退伍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能阻止老子退伍 那是六四耶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距離我退伍只剩下兩個月 我之所以如此激動是因為我在國民黨掌控的軍隊裡面 我以當時兩四九師這個師 全師唯一一個學生運動的分子 黑名單身分 我竭盡全力在一年十個月的這個當兵過程裡面 與黨國周旋 我才活下來 所以這時候的我 我怎麼縱然目睹中國政府殺戮中國學生 因為我並不知道前因後果 所以我仍然無法判斷 我無法判斷什麼呢 我無法判斷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哪一個比較邪惡 三十年之後的今天呢 我再一次目睹了中國政府指揮香港警察 天然無恥地去持續攻擊 殺戮 強暴香港的學生和人民 我有個朋友到香港客座了三個月 結束後回到台灣 剛才又突然發訊息來說他要回去 我說幹嘛 他說他要回去跟老師同學同志同聲共識 還有一個同行一個老師 他的女兒在中文大學留學堅持不肯離開 大家記得吧 11月12號那一晚上我們聽到很多消息 說中大的學生有準備要自焚嗎 這幾個人的決斷 我聽到了我都無法反對 我竟然無法阻止 也不知道如何說服他們不要這麼做 所以我在我的臉書 播了一篇文章叫做 《白目極短篇的旁觀香港人的痛苦》 我怎麼說呢 我說台灣的原住民處境比琉球人悲慘 香港人的處境比台灣原住民悲慘 維吾爾人的處境比香港悲慘 甘心為奴不敢抵抗共產黨的中國人 比維吾爾人還悲慘 可是最悲慘的就是 明明是自由人卻自願為中國奴才的許多台灣人 其實呢我原來呢我並沒有寫到台灣 我只寫到中國人很悲慘 因為我在做比較的時候 我並不是以台灣人的身份 而是不知不覺我以西藏人 屠博人的角度在思考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屠博人他們是中國的受害者裡面 最慘的一群人 處境最惡劣 所以我才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我才解決30年前我的問題 我得到答案 我的答案就是 中國共產黨最邪惡 但中國國民黨最不要臉 誰不愛惜生命 但是傷心絕望到了極點 我們如何勸阻人呢 我們究竟要用什麼理由 去剝奪別人完全出於自由意志的 這種死志跟死所呢 只有經歷無數自焚悲劇的西藏人 他們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只有賦予香港的朋友希望 才能夠勸阻他們制裁 我們要做的是盡量傳達希望 傳達全世界都做你們後盾 這種連帶感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 也要傳達我們會幫你報仇 的決心 雖然我這樣講可能違背了 達賴喇嘛 尊者的和平非暴力的教誨 但是我沒辦法忍耐 因為中國正在屠殺 一整個世代的香港年輕人 我們目前無法阻止共產黨 這些畜生跟他們的走狗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各位請大家密切的注意 這一段時間台灣 會有哪些畜生跟走狗 會出面辯護正當化他們的組織 共產黨的滔天大罪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人了對不對 這些人是怎麼樣被逼出來的呢 就是香港人用他們的掀血 為我們去找出來標示出來的 真正下山爛的匪徒 他們是人類公敵 我們沒有辦法進到香港 幫忙香港人 我們在這邊幫他們 標示出那些人類公敵 讓那些人類公敵 不敢出來幫共產黨講話好不好 謝謝大家